据新华社报道 一个名为京郊公园的养猪场的动工仪式 于5月31日在阿克苏地区拜承县举行 该猪场可容纳30万头猪 占地10万英亩 这项后资30亿美元的项目 预计将在三年内完成 拜承县员工表示 该设施将为该地区农业结构的 工业化做出重大贡献 一旦该项目完成 将建造屠宰厂 炼油厂和类似子公司 中共当局最近多次宣布 将在东都决散建设养猪基地 上周在卡什建立了一个新的养猪基地 这些公司一方面以各种方式加紧食用猪肉 以满足汉族移民对猪肉不断增长的需求 另一方面迫使维吾尔人食用猪肉 中国当局继续加强针对东都决散穆斯林 和伊斯兰教的打压和侮辱行为 去年中国民族事务委员会下达命令 指示对宗教经典进行编定 近日 居住在土耳其的卡米热阿图什女士 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一段视频中表示 中国当局对古兰经第一章开篇章进行中国化 所有赞美都属于我们党 我们党是非常仁慈和富有同情心 它是现代化的所有者 我们只希望得到党的帮助 我们服从党 去年有报道称 中国当局将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重新编定圣经 古兰经等宗教经典 援助中不符合中共意识形态的部分将被删改 香港立法会通过了禁止不尊重和侮辱中国国歌 并参与此类活动的人处以有期徒刑的国歌法 国歌法中规定 任何故意侮辱国歌的行为一经定罪 均可被出监禁 经在立法会持续约4天的辩论 43名立法会成员参与投票 清中国的41名代表投赞成票 通过了此项法律 在过去的6个月中 在立法委员会审议草案的内政委员会陷入僵局 因此选举了内政部议会委员会 并任命了清中国代表担任该委员会的委员 中美同行面临全面中断之际 中国民航局与助思表示 允许更多外国航空公司航班进入中国 中国民航局网站发布的新通知指 自6月8日起 所有未列入第五期航班计划的外国航空公司 可在本公司经营许可范围内 选择一个具备接收能力的口岸城市 美洲运营一般国际客运航线航班 这位认为是对美国宣布将禁止中国航班 进入美国作出的积极回应 美国特朗普政府一天前宣布将从6月16日起 禁止中国航空公司客机进出美国 德国总理穆克尔针对有关他可能寻求第五次连任德国总理的说法 据报道 穆克尔曾在2018年承诺将在本期任期结束后离任 但自武汉肺炎疫情爆发以来 得益于其在公共卫生危机方面的良好应对 穆克尔领导的中右翼联盟的民调支持率一直在飙升 德国内政部长自霍菲尔表示 他最近频繁听到有关穆克尔第五季任期的讨论 不过穆克尔在6月4日接受德国电视频道采访时 拨斥了这种说法 并表示不会再次猜选